分析完名字,可以看看八字 简单看看究竟是劫,是劫不劫,是劫不劫 这个八字,首先看看生金入主,生日夏天 是否火很旺,会消融金,所以金很难生存得到,它必定要有水 如果没有水,就会被这些火烧死,融掉 所以这个八字,首先要用水,但时处是什么,我们不知 我们唯有用水,可能变数会变成另一样 其实这个命呢,哇,不错 原来在这个命来说,除了第一次行火土差一点之外 因为它用了水就不喜欢火,第二次上五年差一点 因为下五年已经有金出现了,金就会伸水 所以十五岁至二十四岁已经开始行火运了 嗯,我不知道当时它在做什么,是不是在做430穿梭机 应该也是,可能是,430穿梭机 嗯,还有那些家伙伴也好,那也好啊,就是当时如果是这样 你想入娱乐圈都不容易的嘛 是,就是都要开始行火运了 好了,接着二十五至三十五岁走油运了,哇,这个厉害了 是,有呢,原来呢,就是这个生金的鹿,鹿就代表官鹿、讽鹿、财鹿 就是说,走到这个运,自己就可以得到官鹿、讽鹿、财鹿 是吧,嗯,对吧,嗯,是的,而且金呢,亦都可以是新这个水,嗯,对吧 所以其实应该二十五岁打后呢,开始就发迟了,开始变了 是,那是多少年呢,1962啊,6267,67-87-87-87-97,即是97年之前 1997年之前開始 有沒有資料 1997年之前 已經開始斬路頭角 那絕對是 1997年之前 有很多電影 例如和蕭若元 向氏家族 這麼久了嗎 是呀 九幾年了 到現在 減少幾十年了 我自己過了這麼多年 我都覺得那些電影還記憶猶新 1993年的唐教虎頂昌 1994年的國產零零出 不得了 那時候很年輕 那時候只有30歲 1992年審死官 1991年 屠學威龍 這個不用說了 嘩 這些就是命 九零年的賭成 這些就是命 九零年 九零年真的很小 九零年賭成 九零年 即是28歲 嘩 不得了 這些就是命 信不信由你也信命 嗯 其實這個命 聰明 30歲 才華 專業 是 命 行到得六 是吧 是 又生到任水用神 所以非常之好 是 跟著下去呢 摔 肚 這個一般 但是上面有個金 又出來生水 仍然會好的 好 好 跟著呢 薪金 又是好的 海水其實都是好的 是 任水都是好的 紫水都是好的 是 貴水都是好的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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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濕土 是 是 可以洩火 是 濕土是火 是 是 亦都可以生金 生要的生金 是 所以 基本上一生都是行好 但是現在怎麼這麼大呢 是 很簡單 首先我們不知道時柱是怎樣 是 是 這個時柱一定是會對它這個害有傷害 嗯 一定是產生了一些傷害 所以才會有嚴重的事情發生 是 是 因為我們不知道它幾個出生 變成不能看 是 整體 整體都是好運 但是這些是傷害了 是 是 那其實五十五歲 紫尼聰國五 它本身水都是好運 不過五呢 原來很有趣 五 丙五 丙火黑身 這個是它的官 事業的意思 這個殺 都是事業的意思 哦 原來一入五十五歲 就衝到它事業了 就是說 它事業有變化 而且是有災難性的變化 為什麼會有災難性的變化 因為丙見五是陽日 不是一種災難性的變化來的 剪五一沖 事業有災難性的變化 但是當然不死得的 因為它水都仍然是它的好運 所以這些例子 我看這一關應該是過得到的 嘩 大師傅你這樣說 我一直看的資料 是 是 很恐怖 你說它五十五歲之後 事業就有一些少少不好的變化 是 現在我看回 其實阿星爺現在是五十八歲 嗯 OK 即是說五十五 即是三年前 三年前 即是2017年 是 原來正正2017年 其實周星馳當時 就是 作出了一個舉動 是 就是去收購了另一間的製作公司 而正正那個收購呢 就是因為有一些協議 跟別人 或者跟其他富商 是 就要是guarantee去到某一個利潤 嗯 所以埋下了它今年2020年 就要按層樓去還錢給別人 是 那年是哪一天 就是 就是 就是五十五歲 真的 很恐怖 沒有辦法 這些是規定了 是 所以很特別的 嗯 通常常應這些嚴重的事情 大家都會留意的 其實來找我算命都是 的 總之大件事的 很多時候都是交接運 即是說剛剛走完這個運 剛剛到這個運 或者剛剛走完這個運 這些叫交接軌 就是這些叫什麼 稅數交接軌 經常都是認那一年出事的 是 有時純粹看到榴槤 你看不到的 是 你看到交接軌 經常結婚 都是那些交接軌 是 但是原來除了這個 就是這個八字指來衝過五 又看到肆椅是受了這個傷害 嚴重性的傷害之外 封水也有營養 現在才算是結婚的 無人 是 沒有